非洲豬瘟的疫情在東南亞持續發生 但是遼國與柬埔寨跟中國一樣 疫情不透明 臺灣仍須嚴陣以待 而另外 同時發生了非洲豬瘟 與口提議疫情的俄羅斯 五月底就有班機直航臺灣 不過一直到七月 農委會才發現 因此俄羅斯來的班機 手提行李也要百分之百的檢查 非洲豬瘟疫情仍在東南亞延燒 越南已向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OIE通報 發生四千四百二十例 但鄰近的遼國與柬埔寨 在第一波通報後就沒有更新 農委會認為這兩國跟中國一樣 疫情不透明 因此邊境把關人不能鬆懈 儘管不能鬆懈 但卻不小心出現漏網之魚 俄羅斯目前同時發生非洲豬瘟 與口提議疫情 並於五月底有直航班機來臺 但應變中心一開始並未掌握 直到七月十九號才宣布 俄羅斯來的班機 手提行李也要落實百分百檢查 成為第十一個實施的國家 大家知道其實是一個滾動式檢討 那我們會不斷地在找有沒有漏洞在哪裡 有沒有哪裡我們應該在補牆的 那是經過盤點之後才發現 其實俄羅斯在今年開始有直航飛機 那其實也應該要納入百分百的檢查 那會持續在邊境攔截豬肉製品 中國產品驗出非洲豬瘟陽性的案例 到七月又開始增加 數字不減反增 有學者懷疑可能發生了第二波疫情 另外為了強化口提議防疫 接下來也會加強人員的管制 邊境也會增派三百二十三位保全 取代警力執勤 記者臺北報導